哈喽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早上7点钟 我起床了 昨天晚上在这里搭的帐篷 本来是在前面搭的 大家看一下 本来在马路边搭的 本来是在马路边搭的 结果12点钟下雨了 下雨我就抱到这边来 哎呀 这晚上睡得也不舒服啊 好 现在六六七点钟 七点钟了 因为我出发了 睡不着 躺着也不舒服 赶紧赶 看能不能今天赶到亮山 大家没想到吧 在越南竟然也有土地庙 哈喽 朋友们 大家好 我现在在越南的亮山 我是今天早上到亮山的 在这边住了 住下来了 我住在亮山 七日岸附近 这边大家看一下亮山发展的还行吧 大家看这有土地庙 这有土地庙 不过它和中国的土地庙还是有点区别的 它造型 造型和中国不太一样 一看就是越南造型 然后 我们看一下 它叫公土庙 公土庙 它为什么叫公土庙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中国有没有 有没有叫公土庙的 应该叫土公庙 土公庙才对啊 或者叫土地庙 还有一个公土庙什么意思 这个不知道怎么个叫法 它们这也是啊 跟中国一样也是这种 投资人 捐献人 捐的这个庙 对面这个建设的还是比较新的啊 看 这是马 小马 龙 越南也 也姓龙 也姓龙 又我去 还有保险柜啊 这到底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 怎么还有个保险柜啊 很奇怪啊 竟然看到一个保险柜啊 嗯 这是越南的火柴 火柴 呦 越南火柴 大家看 和中国的土地庙 有什么不一样吗